這邊的你看一下他在指令檔這邊的有三個選項 有將文件儲存從PDF,SVG跟Flash 那你如果把它存成這個PDF的話 其實他也沒什麼特別的選項 他就直接這樣存了 存在以後呢你可以看一下這個PDF檔 其實可以看一下就如果把它放大到400好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都還是 這已經是400耶 就是四倍大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很漂亮的一個漸層 所以其實是 如果你存PDF的話其實效果是很好的 如果你要拿去印刷的話 那因為這裡面都沒有做任何點證化的動作 都是向量的 所以基本上存PDF應該是一個 就是如果你要拿去印刷的話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SVG的話 SVG我 我們以前做網頁沒有用 可是你們現在交Juneweaver用這個嗎 還沒有交到Juneweaver 是交Juneweaver的嗎 沒有講到SVG OK我其實我不太確定 就是這個做網頁要怎麼用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沒有在用這個 但是因為剛剛存了以後其實是這樣子 你把它存SVG的話 它會變成是一個 你看我開一個資料夾 好它存完了 那我們去看一下到底變什麼樣子 我剛開了一個新資料夾 好像是這個吧 你看裡面是一個HTML加上三個圖檔 有沒有看到 那我現在如果開這個HTML檔 就是完整的畫面 那個 所以這個是做網頁用的 但我不太確定這要怎麼用 因為以前做網頁沒用過SVG 因為這個以前是號稱是說 就是它有什麼特殊的功能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都沒有人在用 可是看起來現在好像應該是 有機會用的樣子 那另外是 我們再回到Illustrator 我其實好像還有一些事沒做 不過我還是先把這個講完 它指定檔裡面呢 還有將文件轉成 這個Flash 對 那存Flash的話 我想應該是開Flash 那個可以把SWF檔給匯進去啊 所以你存的時候 我像存桌面我就有一個Flash檔 我先開給你看 SWF檔是這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匯到 這個Flash 這我應該不用匯吧 你應該就自己匯去看就好了 對啊這個應該直接丟到Flash 然後 可是丟到Flash我是在想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呢在用Illustrator跟Flash做整合的時候 是圖層有分的 我們上次匯進去有分嗎 有分是不是 SWF檔你試試看有沒有分吧 對啊我不太確定 現在這個格式到底會不會分 我不知道還是開一下看看好了 因為我們上次用的是另外一個格式啊 叫做什麼 叫做 這個啊 fxg 上次是用這個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換一個SWF 然後看看怎麼樣 又沒回應了 好反正他還在跑吧 那我們先講 等一下他真的還在跑啊 好開一個Action Script 3的好了 然後現在把這個Flash檔案給匯入 匯入至5台好了 準備匯入 匯入為什麼要準備啊 匯入不是就匯入 啊就一個而已啊 對啊可是 我以為他有分圖層之類的耶 沒有分耶 不過倒是好像都還可以動耶 有沒有 還在耶 欸還不錯啊 哇而且還可以 可是有一些東西好像已經有點怪怪的 不過還可以啦 還可以接受啦 欸不錯啊 對啊所以SWF應該 欸 欸 欸 對喔有些東西不見了喔 這個這裡好像還有一圈才對喔 欸對啊 好不好這個東西爛 對啊 這樣還 不知道 對啊 真的欸 很多東西不見了 好吧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是這個喔 就是說你要 呃 存檔的話 他有一個我看一下齁 我要把它轉存成這個 比如說JPG 像這裡有一個轉存吧 對不對轉存 呃 轉存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有時候你要把它點真化 那點真化以後 你要點真化成多大的檔案 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檔案 它的尺寸規格 它在文件設定裡面呢 其實這裡設它的 我看一下喔 這裡有沒有寫它的長寬呢 沒有 這裡有 我們要去找 檔案資訊嗎 也不是這裡 這個檔案一開始開的時候 應該有它的尺寸大小啊 奇怪 文件設定怎麼會沒有 單位公理尺 嗯 不對啊不是這個啊 奇怪都沒寫啊 欸是這個啦 這個啦 有沒有 應該是這個吧 欸 到底是不是啊 好啦我先把它轉存好了 你看齁 它的檔案呢 可能因為它原來設的是 公分啊或者是英寸之類的 對不對 那你在轉存成這個 JPG檔的時候啊 它這裡 可以存JPG啊 點真化以後 你也可以存PNG啊 PSD啊 TAG啊 TIFF啊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像 下面這三個應該你不太會用到啦 因為這有些是拿來像這個 中繼檔都不會用到 然後TIFF檔的話 它在印刷方面經常使用 所以如果你要做印刷 可以使用TIFF檔 那TAG檔的話一般來講 是做動畫的人才會用的 所以TAG應該不太需要用到 那PNG檔其實也不錯 PNG檔其實也不錯 但是它其實本來多半是用在網頁方面的 但是其實是可以用的 PSD也不錯 因為PSD怎麼都能存啊 JPG也OK啊 那我們現在呢就用JPG好了 因為這比較常用嘛 對不對 好那就存檔 那存檔的時候要注意的就是說 這張檔案呢 你在存的時候 因為它要轉成點正對不對 轉點正的話 它到底要轉成多大張圖 其實跟你這邊設的這個就有關 因為你開檔案的時候 你不是設幾個像素乘以幾個像素 你設的是幾公分乘以幾公分 或幾英寸乘以幾英寸 所以現在就是說幾公分 或幾英寸 它大概這個單位 比如說幾英寸好了 長寬哥是幾英寸 它一個英寸要轉幾個像素出來 所以它預設值是72dpi對不對 所以預設值本來是一個英寸 只轉72個像素出來 那你應該是要轉多少 如果要印刷應該要選這個嘛對不對 所以就選300 可是這個時候設這個東西才是有意義的 因為你如果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設這些東西沒有太大意義 好這邊呢現在確定 它就開始轉 你看它轉這麼慢 這才是對的 如果它是72的話 應該是按了啪 就瞬間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去看這個圖檔 這圖檔應該是這個吧 JPG檔沒錯 詳細資料 你看這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是對的 OK嗎 那我們可以呢 點兩下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然後這邊呢應該把它檢視呢 改成 它的這個縮放是實際大小 所以其實這個圖很大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需要更大張圖的話 剛剛那個300是不是還可以再設更大 600啊900 其實那個無所謂啊 反正向量的嘛 它就是可以轉 好 好 那再來呢是剛剛那張圖 其實我還好像有一件事沒做 我覺得應該要再加一下那個效果 就是 陰影的效果 我覺得陰影效果加一下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們現在呢可以把 場景裡面的一些物件呢 先轉一下這個 有陰影的效果 所以在效果裡面呢去找 風格化的製作陰影 我大家都套這個效果就好了 就製作陰影套上去 那上面有快速鍵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好像有快速鍵嘛對不對 套用 製作陰影 或者是製作陰影 所以Ctrl-Shift-E 我再選其他物件 Ctrl-Shift-E 我要套錯地方了 Ctrl-Shift-E 再加個影子 好難選 Ctrl-Shift-E OK Ctrl-Shift-E 我覺得加個影子比較好看啦 然後這些筆應該也要加一下影子 呵呵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 Ctrl-Shift-E還是把它做完吧 我覺得加影子比較立體啊 對不對 加一下比較好 好大概是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個範例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好 好